就是你为什么要因为我的家庭背景 去这样子对我呢 而且在那个时间的香港 你还家租 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可能接受 这个算是你身份遇到的 比较大的一个难处吗 就给你带来的一些阻碍吗 没有啊 就是觉得说你也只能接受啊 就有好有坏 我说出来只是很说 其实这个身份大家以为就真的很棒 也没有 真的有很多红利啊 没有啊 我永远自己出去谈装修 自己出去谈任何东西 我的价格永远比别人高 然后我妈说 这就是因为你家里面有钱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原罪 关于赌王何鸿燊的传奇人生故事 自从他发家致富建立豪门大家族开始 这几十年来已经被无数人关注 记录 研究 总结和议论 其丰富精彩程度 异于常人 所以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 为观者看客也百看不愿 赌王一生的桃花运都很好 他一共有私房太太 除了篮球因为他生的五个孩子 他还有十二个孩子 所有孩子加起来共有十七个 因此 他的家庭还被称为私房十七节 是好爸爸吗 他是好爸爸要看 用怎么样的这个角度去看 他也不是一个很严厉的爸爸 反过来他是永远 他是我们的救星 如果是妈妈在惩罚我们的时候 他永远是来救我们的那一个 我爹地是从来没打过的 但我弟弟是 中来 是啊 而且永远他是好恶地骂我儿子的 女儿他就不恶的 女儿就是舌 中 所以他是人家中男轻女 他是中女轻男 赌王和洪生私房太太中最受瞩目的海北市四太太梁安琪 梁安琪出生在广州的穷苦家庭背景 和赌王的大房二房太太们根本没法比 一次一位学员问梁安琪 我弟弟正愁美舞伴 能否和你临时搭档梁安琪点头应允 而这位学员名叫何洪展 他口中的弟弟便是名镇四方的赌王何洪生 当天在舞会现场一直舞下来 何洪生便被梁安琪深深吸引住 从那之后梁安琪成了赌王的固定舞伴 甚至成了赌王公司的员工 相处三年后何洪生向梁安琪告白了 两个人正式确定关系后 何洪生花重金买下了一套3000英尺的洋房 给梁安琪做爱潮 与此同时 他还向外界宣布了梁安琪喜提四太太的身份 当时的梁安琪只有29岁 而何洪生已经68岁了 认识何先生 我从一个低级的员工 变了高级的员工 也几年了嘛 我做他的潘纳 跳舞的潘纳 当他有一天说 他说我很想跟你在一起生活 你愿意吗 嗯 等一下 我要先想一下 何先生他有一个承诺 我不会的 你是我最后一个爱人 再想了两天之后 那我就也跟何先生 大家有个默契的讲 嗯 我不会给你压力 你也不要给我压力 赌王的四房太太里 最高调的是四太太梁安琪 但手段最狠的还得是爱太太蓝琼英 1973年是赌王大房噩梦的开始 先是大太太李婉华在澳门发生车祸 导致她昏迷一个多月还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八年后儿子何又光和妻子也在同一地点发生车祸 并双双遇难 当李婉华得知此事后一度伤心过渡一定不起 也是在李婉华生病的时候 赌王娶了蓝琼英 后来赌王六十四岁迎娶了三太太进门 因为陪护的身份尴尬 何婉珍非常的安分守己 也不曾威胁到蓝琼英的地位 好不死 哇 这一口一定好味道的了 是吗 何先生 甜的 你玩了 何先生岂时讲话 三房也给何鸿燊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何超莲 何超莲出生时 父亲何鸿燊已经七十岁了 对他格外宠爱 不过有这么多的妻子儿女 赌王去世后 财产分割也是一个问题 作为赌王生前最宠爱的太太 四房梁安琪可谓是在媒体面前出镜率最高了 梁安琪也曾坦言 当年赌王何鸿燊就为了避免见面的尴尬 将几房太太的豪宅度安置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大家在一个公司开董事会的时候 还是避免不了见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之间的称呼就很能显现出来情商了 像赌王何鸿燊这样的大家族 家族成员见面的尴尬真的是避免不了的 一次三胎的女儿何超莲就在路上偶遇了四胎梁安琪 有谁注意到她对梁安琪的称呼吗 何超莲直接迎上去 冲着梁安琪甜甜的喊道天使阿姨 这个时候刚刚得这么巧见到四胎行过 不知道超莲平时也怎么称呼她的呢 三千走啊 三千走啊 啊这个叫法都挺特别的 这是什么神仙叫法呀 不愧是明文底蕴 这样的叫法真的太有情商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